在环境选项最后一个就是 纪要,纪要就是个案设定 个案设定就是前面这一大堆 这一大堆有勾没勾有路径的 或更改路径,就是前面这一大堆 最后都可以存在一个名字里面 所以像我们刚刚所有的设定我都是改它 我都是改叫CAD2D的这个 这个个案设定,或者叫纪要 那纪要的话,其实当然你也可以有新的 例如说我随便给它一个名字 你就可以增加一个新的 增加一个新的话,例如说我现在选555 我把它设为目前的 设为目前的,那你来看一下 它是COVID之前那个过来的 那我可以改一下 我随便改成C槽好了 改成C槽,他会用 那我是存在555里面,确定 好 所以呢,你看一下 假设我现在切到CAD2D 我把它设为目前的 这里是不是CAD2D 如果我这里选555 是C槽 对吧 所以这个个案设定就是把前面所有东西都存结 好,那这个存结要干嘛 重点是可以汇出 例如说你今天很习惯上课这一个 或者很习惯你工作那一个 你可以把它汇出去 例如说我选他 跟他讲,汇出 回到 我按到汇出的东西 好,汇出 好,假设我汇到这边 然后你会看到副档名叫做ARG 我可以按汇出 储存 好,那我的 这里是多一个个案设定 那个案设定要干嘛 你就可以带走嘛 你可以用随身碟 因为没有寄到任何一台电脑 然后你今天一打开CAD 你就干嘛 自行汇入就好 你去把刚刚那个个案设定汇进来 然后呢,选什么 选身为目前的 它就变成你的 但你这样就所有东西都回来了 然后你就不用再全入 重头射一次 好,那像我这个刚刚乱射了 我就把它闪了 这样就闪掉了 好,所以这就是最后的 那个个案设定的名称 就在这个地方 好,来,试一下 됐 та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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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我